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真大恩上师 无上身身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得所持 愿其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布尚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讲 罗牧菩萨所造的总观根本会论 现在总观根本会论里面 也就是说 那个 决责这个有始法不存在的道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破这个有始法的自信和破他的能力 破他的能力里面呢 就是现在已经宣讲这个 这个所谓的因缘法 或者是这个有始无始法 根本不存在的道理 主要宣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个第十五篇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一律光束和一教证终结 一律光束是分四个方面呢 破四边性 它这里的四边性跟那个前面的这个四边性呢 应该有点差别 就是意思就是说 它这里的四边呢 就是破这个自信和他信 还有呢 就是破有始法和无始法就是也是四种变吧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破四种变性 还有那个别破自信他法 就是别破自信他法 修行立变中观 人是硕立这二边 就是分四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前面这个 破这个自信与他信成立就已经这个讲完了 那么今天呢 就是讲的就是刚才本来是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分四个方面来参数吧 就是破这个自信与他信成立 破有始法和无始法成立 然后执迫之这个见 就是执迫之这个见 然后那个戒和教证而说明 就是因为这个四边呢 就是以戒和教证来这个说明这个四边是不存在的 就分四个方面 其中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前面那个破自信与他信呢 就是已经这个破完了 就是昨天前面就是破自信不成立和他信不成立 从两个方面来已经破的 那么今天呢就是破的这个是 这个有始无始不成立 就是有始不始不成立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这个也是分两个方面 有始法不成立和无始法不成立分两个方面 其中我们昨天前面就是有始法不成立的道理呢 就是已经这个前面讲了 因为有始不成立的道理是昨天我们说了 就是这个自信 离开这个自信和他信以外呢 就是其他没有这个所谓的一种有始法 如果有这个自信法或者是他信法是成立的话 你们所承认的这个有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例观察的时候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 这样一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始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道理昨天已经破完了 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破无始法不成立 就是破无始法不成立 下面这个龙殊菩萨的颂词当中就是这样说的 若有不成者无云何可成呢 应有有法过有坏名为无 他这里呢就是说 他这里的有呢就是指的是有始法的意思 这个有若不成立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课版当中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始法是不成立 有始法这么不成立呢 他的那个自信不成立 自信不成立的话关带他的他信不成立 然后这个自信和他信以外的其他的有始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柱子啊瓶子啊 就是全部都是或者是他是以这个自信所说的法 或者是以他信所说的法 那么自信也没有说是他信也没有说是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在这个有为法当中就是他的案例的这个方式呢 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或者是跟那个其他的法呢 和在一起或者是跟那个他的本体就是应该自己成立的 但是这样没有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是有若不成则就是有始有始法 有始法呢如果不成立 如果就是他就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这个关带他的物运何可成 就是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瓶子的又不成立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瓶子的物呢 就是怎么会是成立呢 就是瓶子的这个物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这个世间上的人们的话呢 也是因为这个有了呢 就是有法国就是 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有法呢 就是他这里意法 就是应有意法国意思那个他提的那个意 这样的话可能跟原文就是比较适合一点 他这个我原来没有改那个原文 但是稍微可能要不要改一下 不然跟原文跟那个颂词解释的时候呢 有点点不相同的 情编论师的话呢 就是有法便义法 识人诚无事 就是不说 情编论师是 词法提一骨 识人骨无体 就是识人密无体 识人密无体 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后面两句的话呢 就是一般那个 有始便义法 识人诚无事 就刚才后面这两个就改一下吧 就是因为前面呢 就是有若不成 这无云何而成 这个是前面的两句 然后后面的两句呢 有始便义法 就是这个有始法呢 就是变成那个义法 就变成那个他法 识人称无始 就是实践上的人们呢 就是称之为 就是他是无始法 就这样 这样可能好动一点 就是非常符合那个藏文的这个含义 然后看那个清编论师的这个教义呢 也是应该这样的 印度法文当中应该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据摩洛斯的有些译问 可能也跟这个愿文有点出入 这样他这里呢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他这个字面上的解释是 有始法如果不成立的话呢 无始化是这么成立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始法 这个他的这个变异的过程呢 就是人们的称为是他呢 就是叫做这个无始法 比如说这个瓶子呢 就是已经这个存在 但是瓶子呢 就是已经这个变异了 就是已经毁灭了 就是原来这个瓶子的话呢 就是现在用这个铁锤呢 就是全部都摧毁完了 那么摧毁完了的话呢 实践上的人们呢 就是都说是这个 原来是这个有瓶的 这个现在呢 就是是没有瓶的 就是所以整个他的这个 相续的变异 相续的整个这个 就是怎么说 改变的这个不同物体的 这种这个阶段吧 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呢 人们都经常呢 就是称之为是 这是这个无始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那个首先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 就是昨天所讲的内容当中的话 所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有始法 现在的有始法呢 就是不管是你那个所见所闻 还是这个心和心所的法 什么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自信呢 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有始法呢 就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所谓的这个有始法 如果是没有这个成立的话呢 那么这个 关带他的这个无始法呢 就是怎么会是成立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的这个物品 瓶子的这个没有的这种瓶子的这个折破 就是单空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以这个瓶子来安理 如果没有这个瓶子来安理的话呢 那么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物品就是安理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里这个有人和无人的话 就是有了人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无人呢就是可以这个说 就是就是如果这个所谓的人呢 根本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无人的概念也是无极自弹 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这个依据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前面这个说的这个有始法呢 就是是关在这个无始法而安理的 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时间上的人们也是把这个有始法的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已经这个毁灭了 整个过程毁灭了 最后的话呢他们就是称之为是这就是这个无始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前面那个如果说是有始法的这个根本呢就是找不到就是就像生女的儿子一样 那么生女的儿子根本找不到的话呢 那生女的儿子的那个他的这个身材啊就是他的这个口才啊 这些呢有没有这个世人呢就是说法呢就是没有的 所谓呢就是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再三地在这里呢就是也是强调 就是他就是一种一种就是所谓的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一种这个加厉 就是不但是我们这个分别念过程当中呢就是加厉 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加厉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柱子和无柱子呢就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柱子的室友和柱子的空性呢实际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叫这个心经里面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原因就是 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始法即是这个空性的空性即是这个有始法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活论呢就是如果这个 他的这个推理方法就是非常这个精通的话呢 那么这个这个比如说般若经里面就是色这个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的这个道理的话呢 你应该就是通过不是这个通过教证就是通过理证也是可以这个得到的就是 为什么说这个有始法不存在呢 有始法肯定不存在自信他信都不存在的 然后这个有始法不存在的话呢 灌带他的这个无始法呢就是也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我们人们在这个迷乱显现当中就是柱子是这个显现的 柱子的这个物品呢就是是这个空的就是没有的 但这不过是只是我们这个迷乱和分别念就是迷乱的这个分别念和这个假象的语言当中这样案例的 如果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有品和无品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不但是口头上没有差别 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这个本质上他的思想上呢也是是没有这个是好的这个差别就是一点一粒的差别呢也是在这个根本上是找不到的 这样一来呢他这里呢也应该这样讲就是所谓的这个有始法和无始法呢就是都不可能产立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就是何此说破的这个见吧就是讲这个何此说破之见 若人见有我见自信他信如是则破见佛法正是义 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是有些人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见解 把这个见解呢就是置为是这个有始的或者是无始的 就是见为或者是这个你如果见呢就是作为执著也可以就是作为这个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最后的这个境界呢就是看着这个有始法或者是看着是这个无始法 或者呢就是这个有这个自信的就是他就是不关带这个其他的有自信的 然后或者呢就是有这个他信的就是这叫做我们这个四种 在这里吧就是第十五品当中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四种这个 四种那个变性四种变吧就是四种变就是也叫做是四种这个见解 因为我们平时在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些这个执著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前面就是有的执著和无的执著然后这个非有非无的执著啊就是 它是这方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众生执著的 那么现在这里面呢一般那个众生呢就是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有始法呢就是存在的就是有为法呢就是以有始法的角度来去执著 然后无为法呢就是我只认为是什么生女的儿子啊虚空啊就这些的话呢就是无始法就是这方面去执著 然后有些呢就是把这个比如说那个苗芽啊种子啊就是他有这个他自己的一种 独特的这个本性就是他自行的这个执著有些呢就是他苗芽种子呢就是因缘这个聚合 因缘聚职的话呢这些因缘呢就是应该是他法的就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他法的执著和自法的执著还有呢就是是这个有始法的执著和无始法的执著呢就是相当重相当就是慎重的就是这样的话 最后我们这个纵观这个抉择间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抉择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远离一切戏论就是你这个罢便的 纵观的这个无耳见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无耳见呢就是是一种有始法也不合理的无始法也不合理的 自行法和他行法就是全部都不合理的就是如果这个有些人呢就把这个 纵观的这个最究竟的见解呢就是看着这个有始法无始或者自行他行的话呢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根本没有这个通达什么呢就是通达这个祸头的正是迷意的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 那边这个质疑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平时不管是你是那个修的是这个大圆满 大树荫这个一些这个密宗方面的最最高的这个境界也好 或者是这个显宗当中的这个唯似间接和纵观间接呢 你就不能这个就是有这种制作的这个相就是有无制作 有些呢就是把这个室有的这个光明的这种制作 就是光明呢就是应该我就见到什么就是是光明的制作 有些呢就是一切都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非常这个单空的一些制作 有些呢就是这个分辨念不生气的时候呢就是就非常快乐的这个季节 我们那个就是密法当中呢就是经常也是已经宣讲了就是空明这个无脸的这种这个制作吧 就是一定要这个离开就是这样的就是空的制作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离开 就是明的这种制作的话呢就是也一定要离开 还有呢就是无脸的这个状态当中自己觉得是很快乐舒服啊 然后是什么分辨念都是没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昏迷或者是一种这个痴呆的这种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这样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全部就是一定要那个离开就是那么这些离开的话呢 这说明是真正的那个见解这样一来呢就是蒙佛仁波切也是经常那个应用这个教证就是应用这个教证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话呢就是一个室有的东西在分辨念面前也是是这个有物是非里面的一个室有的东西 就是的话呢也不信的就是他是属于无事发的话也不信的有事发的话也不信的 然后呢我们这个宗观的见解也是最后那个是决着一种这个弹空就是啊就像那个宗观那个秩序派就是暂时所决着的那样的这个弹空也是不信的 然现在的有些提倡的有些微适中的观点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实有的话呢这也是不是这个佛陀的秘业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佛陀的和学者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啊就是只是跟随那个佛陀的这个足迹就是一定要这个跟随他 跟随他的话呢就是最后要这个拒责什么样的见解呢就像《定解报道》那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一定要就是利息伦的这种见解 这就是我们宗观的这个见解那么这样的宗观见解符不符合这个大圆满的见解呢 大圆满的见解也是非常符合的这样的话他这里呢就是已经这个说了如果有些人呢就是见到有识啊无识啊 他这里有实际上有识法和无识法的意思然后这个自信他信就是这样的见解这个四遍的话呢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根本没有通达这个佛陀的究竟教义就是平时呢在这个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是是 当然暂时呢我们作为凡夫人就是你这个所有的习论是有点困难的就是做现在我们讲的一样 像这个丹空决定也是是这个合理的就是这一点是所以呢 就是前辈这个无数的这个高僧达德也是首先是这方面这个作中的这些论点啊 他们的这个观点啊数据啊这些也是相当多的这一点是当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但是最后的这个究竟的见解呢应该是这个这样认识 应该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波罗波罗弥多和相关传论或者是那个就是第三传法论的那个教义的话呢 都是超理了这个分别念就是超理了分别念 因此我们在讲这个顶解报道论的时候呢就是按照那个旧能牌的这个 这个他共的这个观点来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来面目也是如何认识的 这也是是超理这个分别念的道理呢就是前面也是讲过不少次 然后我们平时呢就是经常是一简简单单的一些就根本没有渗入出去就是提出一些法文的话呢也是是不太合理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所谓的如来藏呢就是他远离了这个如何这个戏论的 然后这个所谓的他这里的这个光明如来藏的本体存在呢 并不是是我们这个分别念当中是存在的这个有和物 而有和物里面的这个有啊就是 这个我们分别念当中只能装那个有和物就是 所谓的这个有也是是因缘和合的就是我们这个五个面前的这个存在 就是这叫做是这个有所谓的这个物也是是我这个五个面前就看不见的 或者是我的这个分别念当中是没办法容纳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物 但是所谓的如来藏的本体呢 他的这个有也并不是这样来理解的物也并不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你把这个有和物呢就这样理解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呢就是根本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 就是他这个不是佛教的教义 所以我们那个平时呢就是分别念的境界和智慧的境界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分开就是他智慧这个境界当中的这个存在和 然后分别念境界当中的这个存在呢就是由这个天壤自别 就是必须要把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就分别开来 下面就是叫那个那么这个是刚才那个和辞那个其他的见吧 就是其他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这样的不管是你是什么见解 那么这种见解呢就是是不合理的 就不合理的下面呢就是以这个教证就是以这个结合教证而说明 就是如是佛能灭于我 我余说话加赞赞赞赞赞叹 其实嘎打也 嘎打 咱们里面是嘎打 嘎打也 然后呢 加赞叶 加赞 达 达 什么回事 单和达之间有那么大差别呢 应该这个印度梵语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呢 价在眼 价在眼 今中之所说 你有也你无 他这里呢 就是佛陀呢 佛陀是能灭有无 意思就是说佛陀呢 已经能通达什么呢 通达所有的有识法和无识法 已经灭了所有的有识法和无识法的执著 前面能灭有无讲佛陀编制的功德 佛陀的他的特性 佛陀整个我们世间上 所谓的有识法和无识法 这样的执著全部灭绝 而且通达一切事物的真理 这样的佛陀他对画《嘎达亚纳》的经里面 画《嘎达亚纳》当中是嘎达亚纳 这个教证一般学习入中论的时候特别重视 因为他在主要讲声闻缘觉通达没有空性的时候 《嘎达亚纳》这个教证应用在声闻缘觉 证无空性的七个教证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出自于阿含经里面 也是笑称《声闻经》当中 那么《声闻经》当中 佛陀在《毗拉耶经》对嘎达亚 对迦战亚的教言 他的教书当中已经讲了 有的法也是不执著 无的法也不执著 有无全部已经离开了 有无全部离开的话 说明那个声闻缘觉肯定通达了法无 他的七个教证之一 像《宝满论》 《般若经》等等 讲《入中论》的时候讲七个教证 宗喀巴大师在《三界秘书》里面已经引用过 后来法尊法师翻译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法尊法师当时可能翻译的时候 就是《宗喀巴大师》这个《入根本回论》的原文 好像没有看到过一样的 因为他翻译的时候 全部都是按照藏文的意义去翻译的 有些我觉得是非常相恨藏文的意义 这样的话按《宗喀巴大师》的译文 可能如果他看到的话也应该引用 但也许的话不想引用也不知道 一般意思的话就是这个看不惯那个 那个看不惯这个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特长的人的话 他觉得是我自己的那个很好 就他都不好 很多人有这样的 也许法尊不愿意应用《寗喀巴大师》的 但我看了那个 好像现在我们应用的大概是六十二亿 还是哪个地方 那天我看了 就是那个里面的 我们《三级密书》里面也是已经应用了这个教证 《根本回论》的这个教证 但是他不是引用《寗喀巴大师》的那个译文 看见木狗在吃骨头 那个公案也是《寗喀巴大师》 在释迦牟尼佛的阿罗汉当中 具有获得神通的 非常了不起的教证 释迦牟尼佛首先对他教证这样的经典 后来他就获得了阿罗汉果位的 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对《寗喀巴大师》的教言当中 有的执著和无的执著全部都已经断除了 但是有些论师解释这个教义的时候 也是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这个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 应该以前是讲过的 《三级密书》的时候讲过的 意思就是说 刚才佛陀能灭除一切有无是非 也就是说有是法和无是法 他具有这种智慧 那么他在《寗喀严》或者《夹赞严》的佛经当中 已经说了 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呢 有的边也已经要离开 然后无的边必须要离开 就是最后要这个 比如说 别要说是我们这个宗观获得见见 就是你们那个圣文成 圣文成的话呢 就是也是最后呢 就是获得阿罗汉国位的时候呢 当时佛陀呢 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教言当中 也是要求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有的法和无的法呢 就是都这样离开 这样的话呢 从我们这个 这个单空不思俱进的见解的话呢 就是不仅是大乘宗观的这个教义 就是甚至那个三文元决的这个 也就是说小乘的教义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名作 就是现在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这个韦斯宗呢 就是是最好的 当然韦斯宗是暂时是非常好的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麦彭仁波切到时候 我们如果写这个中观专案论 这个文书上师欢喜这个教言里面 那这个明显的这个指导师 就是没有这个韦斯宗和没有中观宗 这两个没有互相配合的话呢 就是这个生意和四处的呢 就是没办法通达 就非常这个重要 但是你韦斯宗的这个中派的话呢 也不能这个令韦斯最举定的 因为韦斯宗呢 就是他承认是 最后呢 就是有一种这个 尤其是那个睡觉韦斯和那个睡力韦斯里面的 就是部分这个韦斯的话呢 原来说是一个人那个睡觉韦斯和睡力韦斯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懂 就是韦斯宗呢 韦斯宗当中呢 甜甜的睡懒觉的有一种韦斯宗 然后睡里韦斯宗呢 就是他就听到了 哦 睡里面都是有一个韦斯宗 就是然后是可能是个动物 这样的话呢 不管是哪一个韦斯宗的话呢 就是最后要承认一个室友的话 这样的这种室友的话呢 就是根本不合理的 就根本不合理 为什么呢 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大乘韦斯宗和大乘宗观宗 连那个小乘的那个加战亚的这个经典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和物呢 就是这个这两个边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离开 就不离开的话呢 就是不是佛经的教应 就是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得非常这个清楚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中观当中呢 就是一定要就是远离这个四边的这种见解 也是最究竟的见解 就是这是这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教证 就是这里 下面我们这个课盘当中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是第二个 就是别迫自信他法 就是别迫自信他法呢 就是这个破四边 说破四边性呢 就是已经破完了 就是现在是别迫自信他法 别迫自信他法呢 就是分两个方面 就是正破和出难 就是正破和遣除别人的放难 就是分两个方面 然后首先是那个 就是讲的是正破 就是正破 他这里的这个别迫自信他法呢 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 就是可以改变 就是可以转意 就是有些人呢 这样讲 以前是这个存在的 后来呢 就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这种本性呢 就是存在 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呢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若法是有信 何在不隐无 何在不隐无 行若有异想 事事重不然 就是事重不然 他这里说 如果不管是任何一个 的话呢 就是他有一个室友的这个本性 室友的本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室友的本性呢 永远都是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室友的本性的话呢 就是他永远都是热性的 就是说今天呢 就是不是这个祸的本性 祸的本性永远都是热性的 那么祸今天是这个热的 明天是弄的 就是没有这种这个说法 所以如果他的这个本性是室友的话呢 那么后来呢 就是不应该变成没有啊 就是他这个 如果今天是这个室友的 明天呢 就是变成另一个物体的话呢 说明他的本性呢 就是不是这个真实的 就是他有一种这个假的相 就是假相 就是不是真实的这个相 我们人也是是这个好人的话呢 就是应该就是 始终是这个好人 不然的话呢 就是今天是这个好人 明天一会儿呢 就是由这个开始 就是背叛了 就是这种人的话呢 那就是是不是真是这个好人呢 就是不是这个好人 就是 或者不应不应我 那么所谓的这个信呢 就是如果真正是有异想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不合理的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心呢 就是有改变 有变化 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呢 如果有这个异想啊 就是今天是这个想 明天是那个想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呢 就真是不是一个 就是真正的这个人 就是所以他的这个性质呢 也如果是有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性质呢 如果真正就是有一种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他永远都是不能改变的 然后就是他原来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已经那个色情了 就变成另外一个本体的话呢 说明就是他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这个瓶子呢 就是先一个有有为法的存在来 就是放射的 然后这个瓶子呢 后来用这个铁锤来摧毁完了的话呢 就是他就变成这个没有 就是变成没有 然后呢就这样这样的过程呢 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 明言当中的话呢 就是合理的 就是这个瓶子呢 就是原来是有的 然后现在是没有的 原来是这个有为法的 现在是不是这个无为法的 在我们这个分别念面前是这样有的 但是呢 是不是这个瓶子的这个本性是这样呢 就是并不是是这样的 如果瓶子的真正的这个本性是存在的话呢 那么原来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现在也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这个原来是另一个法 就是现在也改变一个法的话 那么这个本质的话呢 就是他不要说是这个名言当中 这个生意当中 名言当中也是是不合理的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本性观察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呢 就是也就是在名言当中 也是可以这个观察的吧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 这个林玛巴的那个就是前一派的那个这个修行人的话呢 那么这个他始终是那个学的法呢 就是不会这个改变的 如果今天学这个 明天学那个的话呢 那是不是他在这个名言当中也是他的这个本性呢 就是不是这个前一派 就不是这个前一派 他这个本性呢 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改变 就是改变 就是有一定的改造 这样的话呢 我们平时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是这个很老实的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就像黄金一样的 他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永远都是不改变的 就是这种人呢 就是正是这个好人的 今天就是变成这个 明天就变成那个 那是不是他的这个本性呢 就是是不是他的善良的本性 不是善良的本性 所以从我们这个名言当中的人的一个这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的话呢 就是也是是同样的 然后这个这个法的话呢 那麦彭仁波切也是在经常上经常这个应用的 就是经常这个应用在其他的这个有关中观里面啊 就是如果发的这个真正本性呢 以后都不能这个变成这个没有的 如果今天是有的 明天没有 或者是今天是这个一个变形 明天一个变形的话呢 说明他的这个性呢 就是不是这个存在的 就是不是这个存在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平时也是经常就要观察 就是在观察事物的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呢 是不是他的这个变形 我昨天天用祸来这个避约吧 就是从我们这个明言的一个角度来避约的话呢 祸的本性呢 就是他永远都是这样这个热性的 他今天一会儿热 就是一会儿就不热啊 就是他这样的这种本性是根本没有的 从他的这个就是形成一直到最后灭亡之间的话呢 他的这种本质就不会改变的 这叫做这个性质 就是这叫做性质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按照尤布中 或者是这个尤世中所承认的这个事物的本性是 如果是存在 如果是存在的话呢 他永远都是一定要这个存在的 就是 然后就是他今天这个存在 就是明天遇到其他的未愿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摧毁的话 说明他的本性呢 就是不存在 就是那么我们明言当中说是 为什么是珠子已经存在了 就是今天就不存在了 人已经存在了 明天死了 那么这种存在是什么呢 这种存在呢 就是我们这个明言当中的一种假象存在 就是并不是室友的存在 如果是有的存在的话呢 他永远都是保持平衡的 就是不能有任何这个改变 就是这就是食物的这个本性 所以什么叫做这个食物的性质呢 性质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不管明言当中 还是这个世俗当中也好 就是他的这个性质呢 就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他的性质有改变的话呢 就是说明就是他的这个性质 性质是这个不会食有的 就不会食有的 所以明言当中的我们这个食物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也可以用这个地水活泵的自己的法相来可以安理的 然后生意当中呢 就是这样存在的话呢 就根本造不到的意思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前面的这种这个事法 就是侦破就是以这个来讲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出难吧 就是出难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样这个抉择就是食物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对方那个就是提出一些这个疑问 就是提出一些疑问 若法是无心 云和尔可依 然后这个若法是有心 云和尔可依 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对方吧 就是先我们以对方的这个观点来说的话 前两句呢就是按照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约乘论师和什么秦母论师啊 就是还有那个国人法论师啊 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那前两句是应该是对方的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这个说一切万法的这个 这个食有的本体不存在的时候呢 就是对方有不忠呢 就是有失忠呢 就发出这样的一种这个泰国 他说说如果发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是没有这个食有 就是没有实行的话呢 那么为什么是我们亲眼看见是有一些这个便衣呢 为什么是看见就是有些不同法这个出现呢 比如说这个瓶子今天是已经存在了 明天呢就是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个河牛呢就是今天只是产产不息 明天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干河无欲 那这些呢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个先量这个见到的事情 先量见到的事情呢 为什么是就是这样 如果他的心智真正这个存在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便衣呢 就是为什么这样见到呢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下面呢就是给他就是这个发的泰国 就是他对方呢就是说应该这个事物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存在的 如果事物的本体没有存在的话呢 为什么看见就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话呢 如果这个他的本体不存在的话呢 为什么是那个原来是很年轻的 就是过几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就老了 就是为什么是变成这样呢 那这个呢就是对方的这个观点 就是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以这个他的观点作为这个硕利呢 就是然后能理硕利的正统的这种观点呢 就是破他的观点 若发室有性 如果这个发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室有的话呢 那么怎么会是有这个变化呢 就是因为一切文化的本体是没有室有的原因呢 就是他可以变来变去 就像我们镜子里面呢 没有室有的这个影响呢 就是他的这个影响呢 就是可以说是顺行万变的 但是如果这个室有的这个本体是真正有事情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原来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本体是 如果真正是有的话呢 那他那个年轻人的这种本体呢 永远的是不能这个改变的 因为他的这个本体是室有的 如果他年轻人的这个这个状态呢 已经改变成这个老年人 那这样的话呢 他原来的这个年轻人的本体呢 就是肯定是不是这个室有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发泰国的时候呢 就是如果这个驻发的本性是室有的话呢 那怎么会是有不同的这个过程呢 就为什么是有这样这个编译和潜移的这个过程呢 不应该是有的 正因为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是不实有 所以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 就有各种各样的 如果他的本性是有的话呢 那永远也是不可改变的 就是不可改变就是 所以下面呢就是发泰国的方式呢 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论识 比如说那个像复活论识啊 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 就是不承认是这个前句是那个对方的观点 后句呢就是是我们的这个观点 就是不承认就是这四句呢 就是全部是由中管派的这个观点 就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做解释 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说 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的 如果改变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就是前面我们这两句呢就是 全部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就就加以这个参数上面的问题 这个是怎么样参数的呢 按照这个呼呼论识和呼呼论识和他们的观点的话呢 我们说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 如果他的本性是是有的话呢就是不能改变的 为什么不能改变呢他的这个本性是这个无视法改变的 还是这个有视法改变的 如果他的这个本性是无视的话呢就是也不能这个改变 就是他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缘故 然后他的本体是如果是有性的话呢 有性也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他的本体是存在的缘故就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这两句话全部是站在中观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 那么就是全部是呼认这个对方的观点 也就是说是以这个道理来就是进行这个参数上面的这个观点 就是因为前面来说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 就是不能改变 那么为什么不能改变呢 因为有法呢就是不能改变 无视法呢就是不能改变 除了有视法和无视法以外呢 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根本找不到其他的法 这样的话呢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心呢就是有可以改变呢 根本不可能改变就是以这个角度来解释也是可以的 这个好像记得《门法人摩记》下面那个讲义里面 也可能讲过一点吧 这个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么多颂词 下面就在讲义上过一遍 这个十四五品的话呢 我们那个中观见解决则的时候呢 就是相当重要 就是大家在那个闻事的过程当中呢 尤其是我们那个要确立中观见解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十五品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讲的刚才那个 无视法吧 若有若不成者 无因何可成 然后刚才那个就是说 如果对方认为 虽然法的中心已经被折破 但无视法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他认为比如说无诸子等等这些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与其相伴的有识法也理所当然的应该存在 就是这样法太过的 如果无识法存在这种理论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无识法本身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识法都不能成立 必须要依赖于有识法 方能成立的 无识法是怎么可能成立呢 连世间师父们也是会说是 如果像无识品质等之类的梦法 现在变成了其他法就成为以前的无识法 世间的人们也是这样说的 所谓的无识法 原来品质等等是存在的 然后现在变成了其他的法 也就是说其他的有识法现在已经变成了无识法 世间的人们工程当中也是 工程世间的名言当中也是这样称呼的 这样称呼的话 所关带的有识法不存在的话 能管带的无识法是怎么会成立的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除了断除缩破以外 单独的无识法在任何时候也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无识法 只不过我们在分别念当中是断除缩破 什么叫断除缩破呢 比如说瓶子不存在 瓶子作为缩破 然后瓶子不存在的这个部分 叫做无瓶 无瓶就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前面 珠子已经破完了 没有了 珠子没有的那个地方 没有单独一个所谓的无识法 无识这里已经存在了 没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瓶子不存在的这个角度 叫做无识 无识是这样的 所以除了断除缩破以外 在任何时候根本不可能成立一种无识法 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无识法也是这么合理的 那么如果成立真正的一个无识法的话 怎么会合理呢 这个根本不可能合理的 如果是有碍的 就不会是虚空的 如果成立 它不是无识法了 那么有碍的话 因为虚空的法相是无碍的 无碍才算是虚空的 如果有之外的话 那就不是虚空了 肯定是其他法了 所以无识法的它的本体 如果成立的话 它不是了 它已经有识法了 以折破石油的方法 我们前面采用的就是以折破石油的方法 让非常容易通达 间接破则 与世间根本不存在的缩破 无识 这个无识 很多人都认为是所谓的无识法存在 单空存在 然后空性存在 然后它把瓶子上面根本从来没有的一种石油的东西 遣除以后认为是瓶子的本性已经证悟了 就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这些说法都是不合理的 通过我们前面有识法不存在的道理 可以推测 所谓的无识法也是 只不过是人们的虚相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这个道理很容易通达的 所以在这里 并没有广泛的宣说 然后下面或者相为之间 若人见于我见之心他心 如是则不见佛法正是意欲 如果某人说 大地的自性即使是坚固的 并认为主法本身的自性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边 这是大地的自性是坚固的 然后祸的本性是热的 所以的本性是超时的 这样的这种本性是认为是自性存在的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意味着从严根而产生的延食是踏法 所见的是踏法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分好的 这个地方可能要重新翻译一下 可能不是特别的连贯 意思就是说 刚生自性的这样的执着是一种 还有就是从严根当中产生那个厌食 种子当中产生苗芽等等 这样的这种他法存在的这种执着也是不合理的 这是一个 然后能起作用的厌食等等 并对对厌食对现有的 但这个跟藏文确实有点的 可能不是特别的相同 藏文里面是这样的 比如说能起作用的现在的厌食 现在的厌食正在看见那个设法 那么这个是正在起作用的 这个叫优势法的执着 以及远离优势法的 对过去的厌食等等 就是过去的厌食等等 无视法的赞助 这个地方我稍微可能倒是盖一下吧 意思就是说 刚才对自性的执着 踏心的执着 然后正在起作用的厌食等等 现在法的执着 现在法 意思就是说是实有法的执着 然后就是远离优势法的一些无视法的执着 比如说过去的厌食 这些不弃作用的 这些执着就是 中共有四种执着 这些执着全部不是究竟的见解 这些见解都是对佛陀的宣说真理 也就是说 俗生生意的怨气 真实性 没有侧见的标志 如果你担着这些见解的话 说明这些人根本没有见到佛陀的圣神奥义 佛陀的圣神圆气空性根本没有见到 所以前面的这一段 我就重新再看一下 不然有些地方是可能跟原文有点差别 那么所谓的圆气的自性 是不存在以上四种法中的任何一种 真正的什么叫做圆气法 我们这个圆气法一定要理解 这个圆气有两方面的理解 前一段时间讲的那样 就是神义当中的圆气 世俗当中的圆气 世俗当中的圆气 内圆气和外圆气 这是我们俱舍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大家这个因缘具合而散生的这些法 但是神义当中的这些法 一定要远离这上面所讲的四种变 现在我们第五品里面讲的四种变和 然后前面第三品和第二品当中所讲的这些见解 远离这些见解才称之为真正的中观见解 这是真正的中观见解 因为诸佛通达了万法的真如性 就能真实无妙 毫无颠倒地禅食了自性的含义 一切法的真正的含义 佛陀就是完全已经通达了 通达以后的话 他所宣说的含义 没有任何出妙之处 那么真正的他的本性是什么样呢 就是实物的本性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叫做是一世事理成立 就是一世事理成立万法的本性 就怎么样 不可改的 就是他本性就是这样的 在明眼当中的话 也硬过也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丝毫也是不会虚好的 然后前世后世呢 就是确实是存在的 这也是实物的一个正向 就像获得热性一样的 为什么是能够存在 为什么是我三有三宝呢 就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 就是你说是为什么是那个 或是热的 就是那么这个本体要去造的话呢 你这个理论呢 就是根本没办法造到的 就任何一个科学家 和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的话呢 也是是这样的 那么你说是明眼当中 为什么是前世后世 再为什么是这个因果不虚呢 就这个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事物的事实里成立的 事实里成 然后生意当中呢 为什么是找不到万法的本性 为什么是不属单空的 为什么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依据呢 也是是找不到 事物的正向中 但这样的这种法呢 神意当中是 所以我们这个中论当中呢 就是前面当中 前面呢 就是最这个说 一切这个说法当中是唯一的 这个最殊胜的 释迦牟尼佛面前定理 为什么是龙猛菩萨这个定理呢 在世界上是这个 以前也是是这样的 这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人呢 就是前前往往 现在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么多的人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学说 是无数无边的 就是特别多的 那么在所有的学说当中 为什么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 缘起法是最殊胜呢 原因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学习了 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时候呢 大家应该就是 对这个佛陀的不共这个特点 就是不共的制作 他的这个无与论比的这个观点呢 应该就是生起无畏的信心 是极为重要的 就这极为重要 我想我们那个 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是 大家都是应该有那个 就是非常那个坚固的这个信心 自然而然生起来的 在整个世界上是有多少个那个 就是比较这个聪明的这些人士呢 有多少个 但是他们谁能说到 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样 在生意当中是远离四遍八夕 然后这个世俗当中呢 就是如寒如莽 就是这样的这个现象呢 就是根本不序好的 这两个观点呢 就是谁能说到的 这就是这个威严 所以我们这个 中观根本会论 录师真理呢 很多那个论典当中 前面就是佛陀赞叹的时候呢 就赞叹佛陀的时候 主要占那个缘起 以缘起来赞叹佛陀 就是缘起来赞叹佛陀 总卡巴大师也是在缘起战里面 就是以这个缘起的各种道理呢 就是要开始赞叹这个佛陀 就是因为这个佛陀呢 就是他把明眼的缘起和生意的缘起呢 说得非常这个 就前正完全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错妙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想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导游的话呢 还是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对这个佛陀 就是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对佛陀生起不公的这个信心 那么这种这个信心呢 也并不是这个 什么就是 随着这个自己的 这个一种这个 暂时的信心 就是应该对法生起那个见解而生起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叫做是这个 利根这个随法者 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 对 毫无颠倒地阐述了自信的含义 在任何时候 都是不会与真理相伪的 就是那么现在 不管是什么样 就是明眼当中的这个 如鸿如梦 续号不存在 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规律和 让生意当中的这个 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的道理呢 就是在整个世界上 是任何人都是没有一个 就是与佛陀辩论 或者是对佛教徒辩论 说是你们这个佛教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这样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不会有的 就是不会有的 就是我们越观察 越得出来它的明显的结论 因此 诸为有知识 实在应当心无胖无的 追损佛陀的足迹 就是这一点 就是孟仁波切也是要求我们 我们作为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随损弟子的话 就是不要任何有怀疑 就是一定要这个 随身释迦牟尼佛的足迹 随身什么样做 如果是从这个间接上随身他 就是间接上一定要 就争得了这个缘其空性的这个道理 就是缘其空性的道理的话 以后不管是你出于哪一个世界的话 还是应该很方便的 哪怕是你整天都是住在 这个一些不学佛教的人的团体当中的话 你的心情就是不可改变的 昨天有一个道友江号的时候 他说是有一个大的 他说是什么时候是出家的 是然后那个出家了 当时他说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个 就是声音很低 就是江的公安应该是很好 我认识的一个大的 然后他在文革期间就是被灌了 然后二十多年当中都是一直是在 其他的就是什么这个监狱里面书过 但是他的誓言也是非常坚定的 我对听得不是很清楚的 他就发了一个誓言就是 哪怕是铁轮就是钻在我的头上的话 我不舍弃三宝 然后一直这样 后来就是到那个国外去弘法 然后那个政策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可能已经那个闭关里面已经出来了 然后就是到外面去弘法 然后虽然在他的那个身上开道啊 就是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 显现我们世俗当中显现了一些违缘一样 但是这些呢就是根本没有 主动了他那个修法的这种精进性 就是一直不断地就是 现在也是八九十岁的人还在继续弘扬 我想是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真正是在那个间接当中呢 就是有这个根深蒂固的这种智慧 就是有个很好的这种这个袭击 对佛陀呢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间接是不会这个退转的 我想是我们也是通过这次 这个学习《中国根本混乱》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的这个心里面 就是能不能砸下这样的一个梗 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给你们传讲呢 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 哪怕是一个人的心的相续当中生起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非常这个有意义的 然后你们也是在这个来到这里呢 就是已经这个多少年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心里面就是生起了这样一个这种见解 就是那么以后的话呢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 我不设计那个释迦牟尼佛 就是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即使这个分身吹过 就是哪怕我变成什么样的话呢 我这即生当中不会这个设计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 这种这个见修性过 就是就这样的这种一年呢 就是非常重要 这是平时我们要这个训练 平时我们要这个 这个一定要这个训练 就像那个解放军呢 就是或者是一些这个无尽不得的话呢 就是首先整天都是训练 到时候用的时候呢 就是很很这个好用 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见解的话呢 平时有这样训练 就是人在这个一生当中 就是不遇到错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肯定遇到一些错在或者自身的一些病魔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歪道的这个攻击啊 这样的时候自己的见解 一直是不摧毁的话呢 这是这个所有的获得当中的话呢 就是最珍宝的这个获得就是 当然现在世界上的人们 有些人认为是名义获得的话是非常好 有些人认为是财产获得的话是非常好 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这个亲朋好友得到的话是多么好啊 就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罪求和细求 但是所有的获得当中呢 智慧的如意宝是最殊胜的就是 那么所谓的这个智慧的如意宝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对佛陀的这个不退的信心的这种如意宝呢 就是在这个极为难得的就是因此 我想大家呢在那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 平时应该就是这样想 尤其是现在我们寂静地方呢 就是训练这种这个就是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这样通过磨练就通过这个修炼 就是修炼以后的话呢 就是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呢 就是遇到任何违缘就是 就是不管是你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但你自己的这个见解呢不会这个随着别人转 昨天我们这个在格言暴政论当中 也是是这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 他就像是黄金一样就是 他的本子始终是不能这个编的 然后一些悲笑的人的话呢 就像是这个小乘一样的就是 稍微有一点就开始告地了就是 然神员比较好一点的上师也有法也有 大家都是特别专家佛陀很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上师也很好 特别好 然后旁边就是稍微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 也给他说一点的话呢 那肯定是对啊 就是对啊 就是做前面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有些出现的一些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感到特别特别可笑 就是有些人呢 自己没有这个见解 平时有一些 自己事件的一些见解 就事件的这些见解的话呢 也是非常顽古不化 就是别人这么样讲呢 就认为是自己的这种邪际邪战是特别的 虽然学佛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但是呢 就好像自己的这种见解的话呢 就是越来越非常糟糕 就是哪怕是有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都是旁边呢 给他就是稍微说一点的话呢 就开始动摇 就是所以这些人的话呢 就是真的那个 有时候呢 我觉得是没有这个见解的话呢 就是非常可怕 就是非常可怕 就是最后呢 就是自己也是就是后悔 但实在是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这个完了 就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在多生累戒当中 在地狱里面就是不知道 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才能获得解脱 就是那个 这个佛陀 他在那个画家 《见证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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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国》 《众多于世间之人》 《对有无生为弹准》 你看他这个教证的最根本的这个来源 主要为什么要应用这个教证呢 世间上的很多人们呢 对有的执着和对无的执着是特别这个强 就是这种执着是很很这个很严重的啊 就很严重的 那么有了这个有的执着和无的执着呢 那就是从无理于解脱 《生老四兵》 《生老病舍》 《游缓悲叹》 《痛苦不与一击凡乱争斗中》 《纵然一事也不可脱离于焦躁苦痛》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是有的执着和无的执着的话呢 那么所有的轮回的这些《生老四兵》 和就是埃比利上的这样的这个痛苦当中呢 永远都是不能这个解脱的 这段这个佛阅也讲 有和无二者彻底的这个扫当无语 所以这个有和无执着呢 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大乘宗观 就是小乘宗观里面都是已经讲了 就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遇到了一些威士宗啊 或者是有些认为我的见解是特别特别殊胜的 一些大法师和大居士来到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引用一个教证的话呢 就是应该知道这个小乘的这些境界 也是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大家应该清楚的 因为该经是佛教一切尤博 就是一切宗派共同乘序的经典 刚才那个加大雅纳的经呢就是佛教 本来有声文十八部 声文十八部当中的话呢 都应该签认 约成伦师在《先经》里面也说了 声文的一切所有的这些宗派的话呢 他这个教证大家都是签认的 那么这个教证已经签认的话呢 你们的这个不是教证里面已经讲了吗 就有的法和无的法全部都要破吗 为什么是要担住这个单孔呢 就为什么是担住只破有的边呢 就不合理的 如果有的法和无的法呢 就是都没有这个破完的话呢 那这个声文原句真无没有这个任我法无的空性 然后就刚才呢 他这里就是有和无的边呢 就是全部都已经破了 所以才这里引用了这个教证 人和宗派都是不能位于这个教言 就是因为位于这个知识佛陀的这个教言 因此他这个教证呢 也是说明这个声文原句的已经证悟了法无 证悟了法无 为什么是约乘普世呢 就是在如中论的知识当中 引用这个七个教证当中之一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若法是有心 后则不应我 心若有意想 事实则不然 如果谋法的自信是存在在 应该不可能改变就是最后就变成无有的 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该自信 因为一些各种原因呢 或者是本性的本 本性而变成义法的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改造的自信是一旦存在 但即其自信的本性已经成立 就不必关待于任何法了 就是他那个自信的真正法已经存在 门派尔波奇在很多这个教证当中呢 就应用这个教证 就应用这个教证 因为一旦一切法的这个自信存在的话呢 他不能有这个改变的 就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 作为没有灌待的法 永远也是是不会设起他自己的这个责心 就是他的本性呢 不可能这个设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就是我们称虚虚空呢 没有障碍的这个这种性质 是永远也是不会 就是以往就是他法 便于这个其他法一样的 就是往他法转变一样 这是那个就是前面这个颂词 然后后面那个颂词的话 若法是无性 云和二可一 若法是有性 云和二可一 如果对方提出 倘若主法是不存在自信 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先年见到主法 往他法的这个转变 就是为什么这样看见呢 如果主法应该有了自信以后才见到这些 如果没有这个自信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是看到那个今天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再过几年以后的话呢 就是变成老了 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现象 为什么见到 就像是这个 尸女的儿子舞蹈一样 不和不和亲临呢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那尸女的儿子舞蹈一样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亲眼见到 就是这样呢 就是就不应该见到 就像尸女的儿子舞蹈的说法呢 就世界上是不存在一样 就是不应该我们看见 就是一些转变的过程了 就现在我们因为看见一些 很多这个法的这个这个转变吧 就是有些这个心情变了 有些这个身体变了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转变 所以说呢 真的有时候是 对相信人是还是这个很困难的 你们也可能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 相信这个人呢 就是应该不但是他相处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也是跳舞 而现在以后可能是 对皇法临生很有那个利益的 就是就一直这个有希望的话呢 就是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特别可怕 就是有这种现象 是我们这个先年看见的 就是先年看见的 那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是这个 一切法的这个是有不存在呢 就是他的本性应该有存在吧 原来是好的本性 然后现在呢 变成不好的本性吧 就是有些人这样认为 那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 就是因为那个他的本性 如果存在的话呢 不会有改变 就是前面 也不是那个龙木菩萨呢 就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来 他的本性是不存在的缘故 他就这样变 如果这个变性存在的话呢 怎么会是有变呢 既然诸法的本性是存在 那么怎么会往他法转变呢 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绝不可能的 所以呢 就是诸法是不可能存在本性 佛霍论师呢 就是他这个去认为 持诵的权文是自种的 因为他刚才呢 我们这个 我们摩帕仁波切这个注释的话呢 按照那个约神论师的陷举论 陷举论的这个解释方法 陷举论的解释方法的话呢 前面是那个对方的这个疑问题 然后后面的两句呢 就是作为他的回答文 就是他这样的这个变的就是 然后那个佛霍论师的话呢 就是往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所有的整个这个偈颂呢 就全部是破那个对方的观点的一个偈颂 佛霍论师这样认为的 持诵全部是自动的观点 包括呢 就是前半部分呢 也是并不是他中的见解 持诵首先说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无论是自信是否存在 都不应该这个前往改变 就是存在的话呢 就是也不能改变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存在的缘故 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不能改变 不存在就改变什么 改变什么 就是前往他发这个转变什么呢 不可能的 世女的儿子一样 世女的儿子以前也不存在 现在又他变成聪明了 这样的说法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所以如果万法的本性存在也不能改变 不存在也不能改变 因此按照佛霍论师的解释方法 是这样解释的 今天总观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教练习有机会 三万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